伦桃 伦桃 安夜是我一手带出来的 无论是作为朋友还是同行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 他的确是一个天生的媒体人 可是你想过没有 这个时候让他回报社干什么呢 比方说 你能让他给他当年 带出来的实习生 当下属吗 这个我来跟他说 过去孩子小 家里事情多 我那边呢 又帮不上什么忙 谢谢 不过你放心 以后不会了 现在孩子长大了 要快该上学了 也不会像以前的麦生病了 上学就可以上寄宿了 这样 安夜也就不会再因为孩子 和家庭而耽误工作了 只要没有这些事情牵扯 凭他的能力 很快就会赶上他 安夜是有能力 但在职场上 仅仅有能力是不够的 不说别人 说我 几个月前 我们报社的孙总 到年龄该退了 很多人认为 顺理成章的应该是我接班 我是报社的老人 媒体经验也算丰富 破例创意也是有的 同时也是有责任心的 而且也是敢于负责人的 但是 民主测评的时候 仅仅以一票之差 没能通过 知道反对我的人 对我的主要意见是什么呢 对待下属 亲书有别 是因为阿姨 这是我的简历 您看一下 你多大了 三十一 妈妈 我要喝水 你等我们通知吧 什么时候啊 我们会给你电话的 该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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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该我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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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 我约定你 哪能让你出钱 要不然你去找我们 新来的老总试试 他姓齐 齐总 他认识阿姨吗 应该知道 他也一直做媒体 就这么大点圈子 试试 能成最好 不成 只要别让安夜知道 就损失不了什么 那好 麻烦你把他电话给我 好 我明天要开一天会 后天走 你看 明天晚上行吗 这个我可说了不算 你得跟他联系 他很忙 时间上你得救他 当然得救他了 我求人家 又不是人家求我 还有 我觉得 光去打电话约他 还够呛 你最好能亲自 到报社去找他 好歹你是军人 他不会对你太不客气的 他下周都在 麻烦你帮我约他一下吧 我觉得 在安夜这件事上 我还是回避一下 比较好 对他好 好 行 我自己去 我们报社九点钟上班 齐总一班八点钟就到了 你尽量早点去 好 谢谢 好的 彭飞 跟安夜说 对不起了 我过来找你 他真的不知道 我是在他的电话号码笔上 找到你的电话 那就什么都不要 对他说了 好吗 我怕他难过 我 我理解 彭飞 对不起 我应该谢谢你 丁主任 妈妈 我累了 走 回家 明天还要开最后一天会 后天我想请一天假 家里有点事情 好 谢谢政委 谢谢 再见 回来了 东东来来 一 二 三 走 饭菜马上就好 啊 水了 累了吗 东东 快点 东东洗手 快 四菜一汤 马上出炉 不顺 不顺 我去准备饭 这次实兵拉动演习啊 是一次在高原 实施空投空降的实验性演习 这次任务呢 航线长 区域宽 地形复杂 为了切实保障 其他兄弟单位 地面演习的顺利完成 在演习前啊 我们各团 要组织飞行人员 对任务呢 进行认真的学习和分析 安逸 你怎么买这么多菜啊 彭飞回来开会了 说要晚上回家吃 彭飞不回来吃 你就不做饭了 咱是不是首先 得为自己活的呀 我要开会 我先走了啊 在试飞当中啊 各团呢 要针对自己的特点 在试飞当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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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团 组织一二七十六 在高度五千一百米 散降状态 开三门的试飞 在试飞当中啊 一定要注意 要认真准备 密切机组协同 特别是特出形式的 飞行安全的预想 妈妈 爸爸光吃肉不吃菜 小黑告状了 我吃菜 东东是个好孩子 我最爱吃苦瓜菜 为什么只爱吃苦瓜菜啊 我勇敢 我整理他要当空军副司令 你当空军副司令 为什么当副司令啊 因为冯瑶说他要当空军司令 他说空军司令只有一个 所以他要当副司令 就当不上了 听你找儿子 真有出息 爸爸 我儿子当了空军副司令 是不是又能管你们了 能 太能了 当然能啊 我都不能当我两天三七 妈妈 我想和我爸爸两天三七 儿子的话 让夫妻二人陷入尴尬的沉默 让夫妻二人陷入尴尬的沉默 那天 投尸剧多少份 没几份 招聘会人太多 我不想让东东剧 我去洗了 文艺 别太着急 我一个人的工资足够 我们家不存在经济问题 这不是经济问题 我知道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 不想让你太着急 我能不着急吗 时间越长年龄越大 竞争力就越弱 对不起 为什么 为了我的工作 让你失去了你的工作 甭非我失去工作 我很难过 很难过很难过 但是我谁也不愿 包括你 当初你爸妈为了这事 不是没有提醒过我们 是我们不知道天高地后 我们认为什么事情 都可以在掌控之内 对 就是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以你爸的话说 成年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我不后悔 我理解你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完全不能理解 这一次是你去二团 第一次回来 领导让你回来的意思 也是让你来看看家 就算这个家 没有什么值得你看的 你宁愿花宝贵的一天 去跟你的战友在一起 彭菲 我去招聘会和你去会战友 这件事情 让任何一个旁观者来看 或者是客观上讲 谁更重要 彭菲你太自私你太自我了 阿姨 你什么都别说了 你明天是不是回去 我明天要去 那就什么都不要对他说了好吗 明天不走了 婚姻延长了一天 面对妻子的质问 彭菲 无言以对 走了东东去幼儿园了 别玩了 我送东去幼儿园 早点在桌上 上班上班要迟到了 阿诺 你给阿诺一块吧 阿诺妈妈 麻烦你帮我爸女儿带过去 谢谢了我上班要迟到了 走吧 同志您好 你好 你好 我找一下齐总 找齐总约好了吗 约好了 约好了约了几点 八点 八点 我们九点才上班 你等会打个电话 我是把家摹整理应该 那画面也是很厉害的 这个 Bat 疏了 那么我们都有 听哪儿 有信rev 是けれど 好 系统办公室没人接电话 你们约的是八点吗 对不起 我记错了 九点 恍惚中丁杰开车经过 两人都没注意到对方 齐总 几点钟到的 七点半 好 怎么样 七等办公室还是没人接 不可能啊 我们约的是九点 要不这样 你待会儿再帮我打一个 他可能领事有事出去了 行 等会儿再打 谢谢 齐总 这几位是在报社实习的时候 表现比较优秀的 学历情况是名牌大学本科以上 非名牌大学硕士以上 请 请坐 你叫林漠航 谢谢 这名字很有意思啊 还是没人接 好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你最喜欢什么样的新闻周刊呢 你们是约好的吗 是约好的 约好的没人接你电话 你们几点下班 下午五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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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我去今夜的动作得快点 我接孩子 他们现在 喂 田主任 我在吃饭呢 从早上起来到现在 一口饭都没有吃 一直在你们报社外面等 我上午面试 下午开会 整整一天都 你们大卫的领导 不会中午饭都不吃 在开会面试吧 不是没有时间跟你回电话 是回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那天咱们分手之后 我心里很难过 非常难过 我本计希望于时间 希望时间能够使俺爷面对现实 但是显然没有 我早该想到的 对安逸这样的人来说 这是不可能的 郑主任 我说过我理解你 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 我已经替你跟七总约好了 明天上午十一点 他有二十分钟的时间 不过彭妃 我得给你凑个底 我向他正式推荐了安逸 但是他不同意 现在的年轻新生力量不断涌入 但从表面上来说 安逸在他那里 完全不就有竞争力 那我跟他见面还有什么意思呢 万一呢 我说服他同你见面 你就利用这个机会好好争取 彭妃 安逸的事上 我尽力了 谢谢 真的非常感谢 先别告诉安逸 成了再说 不成我们做得越多 对他的伤害也就越大 好 再见 谢谢 好 喝 做饭哪 别做我的啊 我在会议上已经吃过了 今儿开什么会啊 就开 开了什么演习什么的 在哪儿开的会 在诗里啊 开了一天啊 一直开到下班 然后呢 然后就吃饭去了 在哪儿吃的饭 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在诗里 没约战友继续聊聊啊 哪能啊 哪有那么多时间呀 彭飞你说你为这么点事 撒那么大黄你值吗 什么意思啊 你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你真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不知道算了 我说恩言 咱有话能不能直说 早晨起来你做的早饭 我没有吃没有提前说 你就打电话过去 姓氏问罪 劈头盖脸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我没说什么 但你不能总这个样子吧 你这样子能解决什么问题吗 不能解决问题 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你这样子只能让家里的气氛 特别紧张 何必呢 aki混合 好了 好了 老爷 我们都冷静一下 好好谈谈 你说呢 可以 不过在谈之前 我希望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如实回答 你今天到底去哪了 你没去开会 我从赵病会回来的路上 我看见你了 你从一家餐厅出来 我特别想看看你到底跟谁在一起 但是来不及了 车开了 郑伟 我想在你一天下 今天家里的事情没办完 老婆没得重病吧 孩子也没事吧 那你就赶快回来 回来向团里汇报失礼的会议精神 再见 郑伟 回来谈 安逸 我们谈谈 我累了 我要洗澡了 今天招病会让医生汗 没关系 你边洗我们边聊 好 谈 你的意思我明白 你的工作很特殊很重要 顾不了家 然而这些年 我也一直是按照你的意思去做的 怀孕的时候我一个人 生孩子的时候你不在家 而东东可以说是我一个人一手带大的 但是 彭飞 有一点你说错了 我做这些绝对不是无私奉献 那些所谓的妻子对丈夫的无私奉献都是虚的 他们只不过是延绝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 本着夫妻之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原则 好让他们的丈夫腾出功夫去做 去做那些可以获得更多利益价值的事情 然后风其因子富贵其荣皆大欢喜 这世界上的男人多了 军人 飞行员多了 人家干吗单位你奉献呀 安逸 干吗这么遍体自己啊 对 你说得没错 我这么说 听起来确实有点贬低我自己 我跟他们相同也不同 相同的事都不是无私奉献 不同的事 我的私不是利益 是情感 是爱你所爱 所以我期望你也一样 我要求夫妻之间感情对等 我们怎么感情不对等啊 怎么不对等还用说吗 小刘 稍微快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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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 我彭飞啊 麻烦你跟秦总说一下 我今天过不去了 COVID不转嫁 不好意思 太麻烦了 来 去吧 我 我 我 不要以为你立过一等功 是全时最年轻的副团 就可以松口气放任自己 我没有 还没有 丁导照顾你 让你回家看看够可以的了吧 你嫌不够 要请一天假 好 行 准你一天假 没想到你还要请假 这不是得寸禁止放任自己是什么 我家属的情况 是普遍情况 别人怎么能做到 他为什么做不到 还是你的工作没有做到家吗 庞飞 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学员 如果我们两个仅仅是普通同时 普通上下级关系 我下面的话是绝对不会跟你说 在部队工作 就如同逆水行舟 上不去你就得下来 他需要有超人的能力体力智力 还要有绿脊精神 这个脊 不光包括你自己 还有你的老婆 孩子 知道我当兵三十年了 为什么到现在才是个团吗 和我一起入伍的战友 除了离开部队的 到现在至少是服侍 当然 有我能力上的原因 更有我不能够严格要求自己 太顾忌自己那个小家的原因 举个例子 85年 我们部队参加大兴安岭的救灾灭活任务 我呢正赶上老婆生孩子在家 部队领导让我回去 我却坚持要请假 心里的理由就是 部队离开我一个人没关系 我不在 我老婆可就没人靠 最后领导准了我的家 可是隔年就把我调离了部队 调离了飞行学院 肯定认为我这个人不适合带兵啊 在那之前 我本来可以替副团 那次 停掉了 自此之后 是一步落后 步步落后 彭飞 接受我的教训吧 其实我非常能理解 为什么呀 你老婆和我老婆的情况非常相似 我们这种人 找老婆就不能找那种事业性 你找能够以你为中心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的 谢谢郑文 好好做你老婆的工作 大道理要讲 小道理也要讲 损失了你 对她没有好处啊 两全其美当然好 可是我们这种工作性质很难做到 所以我说 如果一个家庭 要保住一个的话 那就保你 保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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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是新飞宏大吗 我叫安夜 我星期六参加了你们的招聘 我想问一下结果 好的 就是 有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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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远台侧方拐动腰 一号收到 拐动腰三转弯 拐动腰可以三转弯 是 拐动腰检查好着陆 拐动腰可以着陆 看到某的好报告 明白 喂 你好 我是我是艾燕 星期六早上面试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大时候见 陆江源 我老是看不清地面 是不是有雾啊 没有 我看得很清楚 北东腰 看见跑道 落地有没有困难 没困难 准备 抓紧 多练 多急 林教授 你给我琢磨 好 好 试力怎么样 试力很好 林教授 出现这种问题 到底是什么原因 如果试力没问题啊 那就是感觉和判断的错误 您以前带过的这个学员 有这种情况吗 有一个 先叽叽地来改装七六 我带的 白天都好 一到夜行的时候 就看不清跑道 检查试力没问题 感觉的问题 比如 飞机明明没有下沉 他觉得是下沉 航空米是一米 他觉得是两米 这种感觉的东西啊 没法用尺度去量 没法教 那他后来呢 没有改装出来 吊 吊 东哥 妈妈先走了啊 你乖乖的啊 妈妈你今天真漂亮 不是吗 真的吗 能带我去吗 我谁在家没意思 妈妈今天真的不能带你去 因为妈妈是去面试 回头人家一看 身后还跟着个小酱油瓶 那妈妈当场就被打死了 爸爸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好了好了啊 妈妈先走了 今天呢你在家里玩玩剧也可以 看电视也可以 但是就是不能动火动电 妈妈中午以前就回来了 大时候带你去吃卖灯喽 好不好 我要吃酒吧 没问题 那妈妈走了啊 对了 答应妈妈 陌生人敲门 谁来都不许开 要是来的是阿姨呢 不行 我要奶奶呢 也不行 那出现这种感觉和判断的失误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不好说 尖机机的飞行员改装运输机 比我们运八改装七六 困难可要大多了 抓紧多练 多体验 多琢磨 应该问题不大 走吧 走吧 安逸 人大毕业的 当过记者还做我编辑 来了之后 收拾收拾情况就能工作 只不知道他有没有孩子 来的时候问 经理 安逸来了 安逸 安逸 可以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吗 可以 您有小孩吗 有 不过已经六岁了 已经不怎么拖累人了 好 有小孩就好 省了以后怀孕生产呢 耽误工作 对了 你不会再考虑要第二胎吧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的工作要保证能随时去外地出差 你做得到吗 这个 恐怕有困难 来不这儿吧 您先回家 等我们通知 好吧 好 谢谢 交下一个 交下一个 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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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买菜吧 安逸 我妈妈不在 就你一个人在家 冬冬 冬冬 我是小苏老师 你给小苏老师开门好吗 冬冬 你妈走了多久了 小苏 小苏 你这是去哪儿了 你能把这么小的小孩一个人放在家里 多吓人啊 行了 小苏你就别添乱了 路边方向修正不好 拐弯极了 肚子有点粗 明白 妈妈 这是故意的 妈妈知道 你别往这边蹭的 赶快离远点 走吧 你刚刚干吗去了 面试去啊 怎么样 我本来打算叫你陪我一块去买菜 我不去了 那我自己去了 我们家老罗今天回来 你去老罗他们公司不行吗 老罗开公司了 我没告诉过你啊 我以为我早就跟你说了呢 他想去 什么呀 现在哪儿是我想不想去啊 是人家要不要我 我跟他说 下海多年的罗天阳 已经成为事物缠身的总经理 今天他满复心事 回来啦 怎么这么晚啊今天 临时有点事啊 怎么了 累了 还行 跟你商量个事啊 你把阿姨安排到你们公司吧 什么意思啊 我看他挺可怜的 到处应聘到处碰壁 想象也是 一个女人三十多岁还带个孩子 拿什么跟新鲜出炉的大学生比啊 你把公司当什么了 收拾锁啊 不 对 一个又不多了 亏你还是彭飞的同学 彭飞的朋友呢 不 亲爱的 这开公司没那么容易 至少没你想个那么容易 怎么了 出事了 吃饭 没事 我自己能解决 出什么事了 说清楚 说清楚 说清楚再吃 要不然我吃不下 简单说 公司发展太快了 资金短缺 那要是从银行贷款 手续太繁琐 我们等不及 所以就从别人那儿借了一部分 每个月六分离 高利贷 简单说 这种商人间的拆借已经很普遍了 这也是我们公司的一种融资手段 别跟我说这个 这个我不懂 就跟我说你们欠了多少钱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简单说 投资失败了 资金回不来 资金回不来 钱就还不上了 钱多少 每个月光利息十几万吗 一个月十几万 你还开着你的宝马到处跑 那我不 那我就是把他给卖了 他能解决什么问题 那一个月的利息都还不上 你这个人就是虚荣 就是要面子 不是你让不让我吃饭了 不让 好吧 出来 我这不是虚荣 这是给外人的信心 我要是骑个自行车 满大街跑你试试 要债的马上堵你门口 你信不信 信不信 来 没问题 我能过去的 商人哪有一番风声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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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我可就跟你一个人说了啊 你可千万不能跟我们说啊 没信 不是 这 这不是面子的问题 这是工作 我 小松 苏田 听见了 我又不聋 我不能找 你感觉一下 飞机有没有下沉 好像是在下沉 肯定吗 没有下沉 没关系 感觉这东西啊 谁做不到一蹴而就 多练强技就好